壹傳媒黎智英涉嫌刑事恐嚇東方報業集團男記者案件 星期一進入第三日審訊 他早上到達西九龍法院時沒有戴口罩 保安要求他戴口罩才可以進入法院大樓 開庭後恐慌傳召最後一個證人 拍攝事發片段的東方記者Y出庭作供 Y表示事發時他正在維園拍攝李柱銘 之後聽到背後的黎智英 似是用粗口大聲罵他的同事X隨即轉身拍攝 說形容黎智英當時表情很生氣 不過已經忘記他當時所用的確實字句 同況之後播放黎智英的警戒會面錄影片段 黎智英在片中指出 認得X是其中一個經常跟著他的東方記者 形容X特別進取 經常兜口兜面拍他和挑撥他 他承認案發當日不知道X有沒有拍他 上前罵X只是因為認得他 黎智英又說當時是在X的耳邊罵 但不是很大聲 也沒有身體接觸 他承認有用粗口 和向X說找人搞你 解釋搞的意思是只會申請禁制令 找律師和報警 又形容自己是斯文人 不會想到是找黑社會搞事主 強調當時只是衝口而出 洪方完成舉證後 法庭裁定表面證供成立 黎智英選擇不自辯 亦不傳召辯方證人 案件日後到星期五 進行控辯雙方的建案層次 東網記者陳婉同報導